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七位非常优秀的男女朋友 首先有请的是一号李嘉宾 掌声有请 你好 你好 挺有气质的 才能往人家一走得挺大的 看您上场这步伐特别的有力量 平常生活中也是属于 风风火火的吗 我感觉就是 大大方方很少跟别人开玩笑 很严肃的 那要看到孙岛这样的人呢 他就爱开玩笑 一张丑就是玩笑话 您会怎么办 就姐姐姐这么漂亮 哪里呀 那也就二十出头 你开这么大玩笑 在笑话我爸 你看 你看他一说话吧 他并不是说挺 好像挺随意似的 他说话吧 好像有点 这个拿着那个劲儿似的 那么一种 同学和朋友都是我严肃 其实我自己感觉 没他们的形容的那么严肃 这个严肃和您的工作有关系吗 有点 有关系 就是说您工作中需要非常地严谨 严肃 不苟言笑是吗 对 来猜猜 女士是什么工作 帮我推下一号先生话筒 您猜猜 他是什么工作 老师 二号先生 您来猜一猜 我是三号 二号先生呢 二号没在这儿啊 二号没在 是没来还是没在啊 没来的 此时节目录制已经开始 而今天的二号男嘉宾 仍旧处于失联状态 他今天是否会如约来到现场呢 二号没到是吗 好 那我们等一等他啊 先问三号先生 三号先生 您猜猜一号 你是什么职业 我也看他像个老师 他上来这个一走路 跟这个王大姨坐 我看着这个形象 我看着这个形象 我瞅着提醒 郑 郑 郑 一身正气 马尔林猜猜 你是很严肃 像是什么职业呢 可能是办公室 这一块 行政 或者是 党务工作 一个职业能塑造人的这种性格 或者说这个职业就要求我 整天我不能笑 有可能是法律工作者 或者说检察官啊 这样子 我觉得像军人 大家都想的是要 工作性质就非常肃穆的 实际上一号女士 您是什么工作呢 我做的是 服装的织补刺绣 最难免也是职业 他跟外长打交道的少 早次又老是干这个第二头 一号女嘉宾 王洪俊 48岁 户籍山西 李懿 职业个体 服装织补刺绣 您是自己 开了这样一个服装 织补刺绣的一个工作室 还是在帮别人做 我自己开的 97年开始是做的服装 裁剪培训班 也就是老师 那还真多个老师 每个月有几十个学生在学那个裁剪 织补是我那个专目出去学的 刺绣是我在 就是没结婚以前在刺绣厂做过 我就把那个刺绣设计到那个补衣服上 这是我修行 就这样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家里边那个枕筋啊 哎呦这刺绣呢 刺绣呢 真好呗 就这个漂亮啊 这就是 补衣服上就是开个窟窿了 然后我设计一个图案 织上去把那个窟窿补好了 这一个屏幕是 应该是第二个工序 先根据你个人的要求 根据那个款式 补衣服的款式 然后再根据它那个破损的那个位置 设计一个恰当的图案 然后设计出来 然后根据你说顾客满意了 我就开始跟他绣 现在找您的顾客多吗 多特别多 特别多呀 对 您是在哪儿做生意 在北京还是在山西 06年来了北京 一直是11年才关了 就是因为这个店关了 导致我们走到那个 也是等于是一个导火线吧 因为我把我的事业当成 跟我的孩子一样 这生意做得还好吗 当时 挺好的 独猛生意嘛 这个刺绣古衣服没有 咱们中国现在就我一家 因为它是我自己的创意 自己研究出来的 所以非常热爱这个事业 对 我把它跟我的孩子一样的 但孩子和爱人都很重要啊 那当然了 据王女士讲述 她把自己在北京用心经营的店 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 但由于前夫只顾喝酒 无心生意 导致北京的店被迫关张 并且还做出了让他不能原谅的事情 那这次店关了 儿子也考完大学了 你们怎么谈的 我找到他姐姐 我们来了 把他姐姐也带过来了 在我们小区门口做生意 我妹妹也来了 我说 姐姐是你的家长 妹妹是我的家长 我们俩谈一谈吧 这个日子怎么过 你现在出去打工了 一个月给我们一千块 我的目的是让你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在家里 不是多与少的问题 她没有做到 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 她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第一个月给了两千块钱 是给我大姑娘要的 第二个月跟我姑娘要了 姑娘没有 她喝醉酒的老骂姑娘 骂的姑娘喝了二十多片 那个安眠药 差点没了 这是她让我最不能预料的 怎么就能吃安眠药的逼到 她每天喝醉酒打电话 跟姑娘要钱 姑娘说 在这个店里面赚的钱 我妈只是给我零花钱 我攒不下那么多 第一个月我攒了两千块钱 已经给你了 第二个月我攒不了 一个月攒不了两千块零花钱 女儿吃安眠药那天 你在什么店吗 没在 第二天回去中午回去 那个商店里面 觉得打门关着 我早不见 打电话 她朋友接到 说胃病 在医院看了 我就害怕了 我就感觉说 胃病不可能说 说你们喝酒了吧 我就最怕的是酒 我以为姑娘喝酒了 我没想到她是很安眠药 我们又敢正面问姑娘 是另外一个 就是已经结婚了的 一个她姐妹 偷得够我 说你不要直接问她 你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我们都监督了以后 不要让她伤心就行了 现在挺难受的这样 我觉得太不应该了 这么一看一看 她这个男的 就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就是一个 咱说一个 这是个无赖 来帮我看一号先生话筒 你觉得这样一位女士 有过这样一段 二十多年的婚姻 然后有过这样的情感经历 她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跟她一起过日子的吧 不能老说喝酒 她是过日子的哈 您是一个她是过日子的人吗 我应该是吧 因为是 肯定是 必须是 来帮我看三号先生话筒 您对我们一号女士印象是怎样的 做事情有任性 干工作去干练 认真 就是挺强势的 一号先生 三号先生觉得这个女士是强势的性格 您怎么看呢 觉得她工作状态应该是强势的 可能回家以后就不是那么强势的 就是 小姐一人吧 对 你好像挺懂她的呀 女士拼命点头 是先生说的这样吗 对 是看来一号先生挺懂您的哈 那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她吧 看看是不是您感觉对路的人 好不好 来掌声有请一号先生 你好 你好 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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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 咱又见面了 来过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一号先生感觉挺精神的 气氛也不错 应该挺朴实的 给人感觉挺踏实的吧 第一印象怎么样对先生 表面看起来就是踏实 我做的那些过日子 看来一号女士对先生第一印象不错 这先生我发现您这衣服挺有特点的 外边是白衬衫 里边还有一件彩色的T恤 而且我后面能看到字 还有字 还有字吗 今天我做主 特意今天穿的这个 真的 来给大家看看 能透过来吗 来来来 能透过来吗 可以看清这个字吗 今天我做主 挺朴实 挺朴实 挺对挺干净的 到这个我选择的舞台 就互相选择 要看准合适的 今天就做主 一定要牵手回家 一定要牵手回家 好 据我所知 您是第二次来节目了 对吗 对 上一次您也是做主来着 也是有勇气 献了一把花 以后谁做饭呢 谁做饭 我 我就做了 好 谁洗衣服呀 衣服我来洗 因为衣服男人洗不干净 妈 你俩要结婚了呀 谢谢你给你认识 以后呢 有机会咱们接受接受 了解了解 大姐不高兴了 我这么觉得 是有点不高兴 不过那段过去了 你再重新开始 不就高兴了吗 哎呦 我真会说 但是您也得跟我们说一说 您看上次 其实您和那位女士 还挺默契的 人家都要回去给您洗衣服了 还怕您洗不干净 今天来肯定是没成啊 对 怎么回事呢 后来我们底下见了五四面 后来发信息说不合适 谁发信息说不合适啊 五号女嘉宾吧 上期的五号女嘉宾 她发信息来说不合适 什么原因呢 说不合适 她说她准备十月份结婚 好像她说要给我们发请帖 她说十月份结婚 也没 我也没见到请帖 那真的是要结婚 还是说找个借口 想跟您分开啊 哎呦 那我分不清楚 我发现了啊 通过这么简单的对话 班先生其实不太懂女人心 也不太会谈恋爱 我说对吗 对 好 咱们慢慢了解先生好吗 不着急 来看看一号先生基本资料 一号男嘉宾 季建民 52岁北京人 未婚 在京有独立住房 职业北京市第三纺织机械厂 退休 真是未婚的状态啊 未婚啊 挺惊讶的 你姐的呢 她到现在不结婚 我想她一定有她的个性 别喜欢她的家庭啊 或者说父母啊 需要人照顾之类的 这方面的也有 从而言之 还是没碰到原分的 这女士又思考了 一号女士 听到您的内心的独白了 52岁了没有结过婚 是在偏少吗 是的 52岁了先生 你只没有碰到一中人吗 碰到过 人家觉得我不合适 我觉得人家合适 就是错过了 又是这样的情况 这观众们也议论纷纷啊 我觉得这位男士吧 一看 就是第一眼给人的印象 就是老实 踏实 另外人家没结过婚 没有这种就是说的 像这有经验的人吧 他就有心眼了 他我觉得是特别可靠 这个人 但是说第一印象 肯定给人家不活跃 没有那种挺就是滑头的 那样的感觉 会来这儿 大姐 您在说孙岛是吧 有点 这说是自己人 你自己也认罪呢 就觉得虽然没结过 但是很可靠 我觉得她是可靠 这种年纪好接触 好接触 我们这样啊 做一个互动游戏 您也放松放松好不好 我们通过这个情景模拟 来加近一下彼此的距离 情景模拟 男女嘉宾一起出去旅游 排队买票的时候 突然有人插队 女士对于这种行为 非常看不惯 男士该如何处理呢 快来快来 下面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你好 同志你插队了 我着急 应该按送去排队了 着急有点事 您让我先去买了 那不行 您真得插队 不是 我是不是 我刚有事 别动我 您真插队就行 就得排队 得维护公公秩序 得维护公公秩序 太多了 就差俩人 您就这么着急 我不行 我特着急 怎么着急 我就插队了 怎么着 我都插队了 不行 不行怎么着 我打110 没进入短牌 没进入短牌 我解开 没进入短牌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不可能 他又不能太激烈了 你又不能真的揍人家了 或者怎么着 只能说求救于110 我感觉他处理的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您希望他怎么处理 首先他要了解 那个人为什么要插队 如果他着急的话 他不要急 因为毕竟是公共场合 文明时代 应该是不要了 人家操起来 他都快要打起来了 刚才这个演义当中 女士 您觉得先生 就是够这个爷们吗 够男子汉吗 我心目中的爷们 不是这种 你刚才如果是 你心目当中的 理想的伴侣的话 他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刚才 他做的已经 在我看来已经还不错 对 还不错呀 也是距离力争 然后冲上前去 不是两个人吵起来 应该是两个人 用那个 友好的那个语言 他都这样了 你太难为人了 我觉得先生 怎么跟这位同志 友好起来呀 说句特时代的话 虽然说先生的处理方法 我觉得非常得当 非常得当 我们真的都认为 挺得当的 但是说实话 要是我个人觉得 真正说 咱说句 可能这例子举的 不恰当了 可能如果说在 柳一方 不占还气焰 很嚣张的前提之下 作为本方的 如果是男性的话 我觉得应该 更冲上去一点 可能这样 上去能体现一点 男性那种感觉 其实孙导一就是说 还是 就是不是特别的 有男子气概 我当时 我跟您讲 您反正 我也不这样 你的意思是 既打车拿一块 把车就过来了 不是要主动出手 是要保护 比如这人不讲理 然后他还要主动 要怎么样 咱们 那咱们千万要 保护自己 保护你 对吧 他你要侵害了 别人的利益 咱们就得帮人 对不对 咱们说他两句 这不就过去 能不能 这人你看他说话 他不查量 不敢这个 面对正对的说话 对男嘉宾 其实他这种性格 肯定是柔的地方多 我感觉 不是那种 特别刚硬的男人 对 女士 其实刚才您 说了一句 非常认真的话 他不是我要那种 爷们的感觉 他有点不懂女人 就是确实有点 不懂女人的心 您觉得 他不太懂得 他对家庭过日 他都不懂 他何必说理解人 但是他不懂得 疼女人 他也比较简单 没有花花场 刚才连线的时候 他就说 看似一号女嘉宾强势 但是他回家 一定是小鸟艺人 我就当时特想问他 你从哪看出来了 后来这位女士 我发现一样有个特点 他也会读心 他说这个男人 不懂女人 但是在我们场上 能看得出来 这位先生 从来都没有表示出来 或者哪个地方 我特别不懂你 或者说我伤害你 或者我说话 特别的过分 没有 那你们两位 到底从哪看出来 说一个人 他小鸟艺人回家 另外一个 他不懂女人心 这就是感觉 来 我也问一下我们 观察这女嘉宾的感觉 你好 您是几号女士 我是二号女士 二号女士 您觉得他们二位 刚才的情形模拟 表现的 这位先生表现得怎么样 先生表现得挺好 很执着 在女士 在女士不同意的情况下 她坚决阻止 不允许别人插队 您是欣赏这种品质的 欣赏 但是说呢 后来呢 她就应该柔和一点了 把这个事情给缓和一下 真要打起来也不好 对 这是公共 毕竟是公共场所 但那个是夸张的演义 是吧 先生 您在公共场合 会真的动手吗 不会 我估计您这样也不太会 挺温和的 来帮我推下这个四号女士的话筒吧 您觉得在这番演义当中 先生的表现怎么样 不太好 公共场合 她应该劝这个女嘉宾 她应该就是当这个合适佬 但是刚才咱们一号女嘉宾 觉得先生身上缺一点这种 爷们的感觉 就不是他想要那种爷们的感觉 这个爷们的感觉 不应该在这时候体现出来 在这种场合就应该稀释宁人 维护社会治安 您酒茶吗 那您对这个先生的整体印象是怎样的呀 还可以吧 您的批评一通了 然后说还可以 这个人挺腐实的 您喜欢这样腐实的类型吗 有一点吧 我听说您在场下说了 对这先生印象可是非常的好啊 是 四号女士看过您现场的表现 对您很有好感 四号女士我没说错吧 没说错 我觉得人看上去挺踏实的 先生 因为我们一号女士在场上也聊了很长时间了 那马上呢 她要下场休息 但是在下场休息之前 我想请您啊 考虑一下 这四号女士正常是和您碰不到面的 您是希望和四号女士聊一聊天呢 还是按照顺序和二号女士见面 按顺序吧 你多少 你就是不动力人心 二号女士是不喜欢你的 除了哪有一场 四号女士是喜欢你的 你要见谁 那是四号吗 又变了一会儿 等一下 我跟你讲啊 五号女士更喜欢你 你要见谁 那也见四号 但是场上这位女士虽然一直沉默啊 一开始对您也是有好感的 您还希望跟她继续交流一会儿吗 拍点交流吧 女士 其实您从先生上场之后一直沉默啊 我已经不是她读不懂您的心 我都读不懂了 您是希望再跟先生交流一下 了解一下彼此的情况 还是说您下场休息 我下场休息 下场休息 好 谢谢您啊 女士 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一号先生具体情况 谢谢 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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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懂事 多大时候啊 二十多岁时候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都想赶紧搞对象 谈恋 对呀 然后成家呀 您怎么为什么不想搞对象呢 向小学是家庭比较不好 后来影响比较大吧 太严厉了 我父亲那时候 三天两头打吧 差不多吧 就因为什么事就会打你呢 好像有时候没事 没事都打呀 有的孩子越打越强 不能打 这孩子可不能打 反正他都性格都变了 感觉是好像应该挺压抑的 对 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呢 我上头一个姐姐姐一个弟弟 那爸爸对三个孩子都这样吗 都对我这样的 就对您这样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一碗水都断不平的 一二刮到山地一个滚 打一百次 应该有九十五次的原因我觉得啊 真的呀 真的这样 这是少有这样 就爸爸皮特别暴躁是吗 他在单位里不暴躁 回家呢 他这种性格 可能跟他从小成长 有一天的关系 我觉得他总有点畏惧 任何事情都在 畏手畏脚的怕 长大成人之后 不愿意谈恋爱 也是因为这种自卑的情绪吗 我那时候也不怎么 就不愿意 四十多岁时候还不 人家还给我介绍 我都不愿意见呢 您四十多岁时候都不愿意啊 不愿意见 并不是一直找来找去 没找到 耽误到现在 而是您之前压根都不想谈恋爱 不想成家 应该是 那要是这样的家庭 对他就说 那个没搞对象 怎么一直耽误到 这么大水 说他父亲 有责任 我觉得 这男士啊 用文化可能有点窝囊 一般就像这些老家 八九十岁的 这些老家的 他们没有文化 教育方式就是打 这种家庭暴力的 也不可批评 棍棒下出销 这位先生说的就 但实际上像先生这样 棍棒之下 或者是就是殴打 暴力之下 就窝囊了是吗 在问殴打之下以后就问了 特别这种形式 压不之后 压不在交捧的时候 也不想了 不是光窝囊的问题 另外自己在秀上闯荡 接触的也少 我估计情况 他是不愿意接触 不是眼睛不接触他 他不愿意给你接触 这位老先生 比您年长一些啊 可能也是同一时代的人 就深有体会 是像他说的 就由于这种 当然我们不想说窝囊 就有点太老实了 谈恋爱的时候 也会被人家说 或者介绍对象 人家会说这窝囊 对也有过 见过一两面 人家说不行 就算了 也有 你知道吗 其实我刚才 就不忍心说 因为编导告诉我说 其实您上一次 牵手的那个女士 在现场对您很有好感 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 后来跟我们编导说 人真的挺好的 但是就是有点窝囊 所以就说算了吧 让我们再帮他 去找新的 合适他的男士 其实他并不是要 和别人结婚 只是一个借口 我特别 就不忍心说出这样的话 该说说吧 没事 我能接受 有一点心 你像他这岁子 人现在就当爷爷了 真的要闺女当老爷了 他还没撑家呢 来帮我推下 四号女士的话筒 刚才我们就先生的一些性格 聊了一会儿 您现在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还是不改初衷吧 您不改初衷 意思就是说 还是对先生很有好感 对 他的这些性格各方面 我觉得跟他小时候 这成长 刘姐的阴影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对人 不会是这样 那您会有点建议吗 我不建议 多好的女士啊 挺能看透我 看懂我这 他懂您 来帮我推下 二号女士的话筒 您怎么看先生的性格呢 我姐的这个先生是因为 特别沉稳 踏实 居家过日子行为 他这个性格 在他这个过去 从小成长的环境里 跟他父亲对他那么严厉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他 好多事都闷着自己 那您介意吗 他心里边有数 但是他不说 我不介意 不介意 哎呀 这大家对您评价都很高啊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 按正常顺序 是二号女士 二号女士 但是人家四号女士 就说两次了 一次说很有好感 第二次说不改初衷 您这如果说 四号女士不上场的话 和先生不能碰面了 你们两个谁先上场呀 那就让四号上吧 那您就碰不到先生了呀 没关系 但是二号女士 如果您觉得 对先生也特别的满意的话 那您就要跟四号 去把这个情绪表达一下 二号女士 是不是对先生印象也不错 也不错也很好 三号女士 我感觉她也不错 挺稳当的 不 那怎么办呀 全上了 您的主意呢 三号女士对印象都不错 有可能四号印象更好一点 或者表达的更明确一些 我觉得还是按正常顺序比较好 您还真是今天做主了 按正常顺序 我同意您的观点 不知道几位老师 按正常顺序上 但是呢 也请对您很有好感的 四号女士上来 我们见个面聊一聊 简单的接触一下 您说这样行吗 可以可以 可以吗 可以 他三号女士咋办呢 我身下再跟他交流就行了 哎呦 您还都想去聊一聊啊 来吧 那还是先有请二号女士吧 好吗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哎呦 大红的歌词 真喜庆啊 您好 二号女嘉宾 郭守莲 48岁 北京人 李毅 职业建筑公司职员 您上来看了先生三眼 脸上看了一下 脚上看了一下 整体又扫了一遍 健康哥们的感觉很踏实 维稳当当过人的人 哎呦 您是满脸带着春风啊 笑感都不错 挺好 先生 您都没敢看女士啊 您看看啊 我看了 您发现这哪有特点了吗 这红衣服 这前头的图案特别好 特别新 你有啊 您看人家长不一样呢 看脸 这胆小 你敢看脚 眼睛特别大 对 对 化妆师做得好 本来没弄了眼睛 您觉得先生有缺点吗 就是有点闷 有点闷 嗯 有点闷啊 先生 刚才您和一号女士 在一起的时候可不闷啊 嗯 现在怎么闷啊 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 开始不闷了 来 我48岁 离异 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成家了 您也正在工作啊 对 哦 快退休了 嗯 没有 我是农区虎工 什么区啊 淮州区 哦 淮州那边离我们家挺近的 挺近的 你家住在哪 我们家住三元桥 真不计 你看大哥挺会套近的 都是东边啊 都是东边 三元桥那块 你是坐910几 918 916 916 916吧 就在我们家门口那 公交车 从你们家坐这个916 去到女士那边 得多长时间啊 坐车 先生 40分钟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嗯 啊 远吗 对您来说 不算远 那您要是成天往那跑 有着经历吗 我搬他们家去 不可能 您对女士的经验 怎样啊 我觉得挺好的 他们俩我看着还行 长领说也还行 我感觉她跟她更有夫妻相 对 四号 对 还挺相 后面还有四号女士的啊 啊 啊 你得说话要慎重 不要伤着别人的心 啊 行 都挺好的 你还没见到四号呢 来帮我看一下四号 你这话筒 我觉得他们两个 有点像一见如故 您有这种感觉吗 有一点 有点 有 我怎么觉得您酸溜溜的呀 有一点 有点酸 您觉得您和这位女士相比 有什么优势吗 我跟她更合适一点 您跟先生更合适一点 对 哪方面更合适呢 这个都比较健谈一点吧 介于内向和外向 中间 这个女士比较外向一点 四号女士意思说 她跟您有点像 都是介于外向和内向之间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对 这位场上女士比您更外向 所以她认为她跟您更合适 您觉得呢 咱从性格上讲 我觉得还行吧 还行 内向外向都行 女士您觉得自己是 刚才四号所说的 特别外向的那种吗 我的性格是比较外向 而且不仅外向 我知道您还有才艺呢 是吗 才艺 我做了一个十字秀 做得很好 做了六米五长 六米五长的十字秀 天呀 那秀多长时间啊 六年 您带来了吗 在车上呢 我没往下拿 在编导去拿一下 钥匙在哪呢 钥匙在我包 有亲友团吗 有 来亲友团 跟我们编导去拿一下 选择秀啊 四号女士 您有什么特长啊 叶余事先喜欢 打的羽毛球 跳的交易舞 您会跳舞 唱歌吗 唱歌唱得不太好 您这个跳舞 是经常会去跳吗 还是偶尔 以前是经常去跳 因为我们招就玩舞上班 然后呢 下班以后 就短短短的身体去跳舞 先生您跳交易舞吗 不跳 没跳 不会 不会 那愿意学吗 我脚特别笨 没人踩到人脚 打羽毛球 总可以吧 那像先生这样 他说他不会跳 而且看样子 也不愿意学 如果真要能走在一块的话 您要爱跳舞这个习惯 怎么办呢 那个可以改一下 我爱打羽毛球 乒乓球啊 那您就不跳舞了 那个不是一样锻炼身体吗 或者是走走步 都可以啊 散步也挺好的 散步就是跳舞 是吗 我还真不知道 有一个人平行手牵手 变成面对面的手牵手 要不您跟马老师跳吧 大伙你找对象 还是我找对象 您要想请四号你去上来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您郑重骑士 邀请一下 您看他在那边能看着 四号女嘉宾 我想看看您这个舞思 您上来以后呢 邀请马老师 跟您跳一曲吧 来我们讲求请 四号女嘉宾啊 在四号女士 走向舞台的同时 二号女士的十字秀 也拿到了现场 紧棋书画 我开始是想买一个 那种万里长城 结果感觉 说你不如买一个 紧棋书画吧 我也就试一首 就买了 先生 这是什么作品 您知道吗 怎么制成的 刚才您听到了吗 刺秀 对 用了六年时间 我的天哪 这幅可真不容易 可能是没白天 没黑天的秀吧 四号女士已经后场了 这一看二号 拿出这看家本领来了 着急了是吗 来吧 四号女士 来 我们欢迎一下 跳你上场啊 刚才看到这个 二号女士刺秀了 特别笑的 真好啊 您是先生邀请上来 跳舞的 他想看一下 您的舞姿 我们先欣赏一下 好不好 来我们有请马老师 和我们四号女嘉宾配合一下 对啊 我活活了 西大哥 我得问你 四号女嘉宾是笨我来的 还是笨您来的 笨我来的 对啊 四号女士提出说 她能够跳舞 而且人家可以做老师 教你 您愿不愿意跟人拉拉手 拉手可以 跳舞不是最核心的 到这来 咱又不是才艺展示来了 咱干嘛 有一个肢体的接触 拉拉手其实会有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我希望这个事您来做 您说呢 行 试一试 你愿意试一试吗 咱打牵手 最简单 在这块串两圈 对 最简单 您觉得行吗 行 您倒简单啊 从跳舞变成直接拉手 走两圈了 来我们给点心手的音乐 亲手这一圈了 您这明显是住了 您应该说 你转圈干嘛呀 没有 这圈 那您怎么办呀 都搭呀 您怎么办 您也挺搭的呀 我跟她搬完一圈 跟您转一圈 来 其实我这样认为啊 一个是先生 对两位女士 都有一些感受 再一个 两位女士 也是展示自己的时候呀 咱都把这 绕这两圈 走得漂漂亮亮的 对自己也是好处 好不好 来 先生 您就先转一圈吧 转一圈 您先和四号转呀 那二号姐姐该 对 是酸啊 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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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树 是四号女士该不高兴 人笨您来的 咱们三个人 一块钱了 早 对 那不行 不行啊 别忘了你后辈的字啊 今儿您做主 你做主 那我签四号吧 你在出现什么地方 东州城里边 新华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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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挺好的 还行 这两人这么一走 哎 这就像走进婚姻殿堂那种感觉 他俩都是 嗯 一是有夫妻像 在一个 方便面 个头什么的都挺般配的 我问问他们家住哪 他说住通县 新华大街 也进 也是一趟九刀六 三二 三二 对 三二 哎呀 这先生 您还是赶紧再跟二号 你就走一圈吧 行 就是在他们两个 直接选的话 还是四号比较适合一点 你们做主要六 路过马破大条吗 没完得做 真的高手 我觉得他们俩 感觉不大 你从那男的那手 我老到马破大条 他走的有点不太自然 小心翼翼的 先生 和两位女士都牵手走了一圈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分别 我觉得两位都挺好的 这样啊先生 我们两位女士情况 都不是特别了解 一个女士给您问 三个问题的机会 您来了解一下他们 好吗 好嘞 先问二号吧 您是自己过呢 还是跟父母过呀 自己过 跟孩子一起 孩子也足理的 孩子撑架了 撑架了 一个问题啊 这不是三个了吗 这就问完了 我还想让您多问几个呢 这就问完了 好 四号女士 我以为还是问这个问题 我自己过 自己过 孩子呢 有孩子 也有孩子 您是 这是孩子归对方 还是 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孩子 那和这个先生情况一样 是吗 你是未婚啊 还是我结过婚 但是一直都没孩子 离婚未遇是吗 对对 好 艺人问了 零零散散 三个问题啊 先生 接下来呢 请您从二号女士 和四号女士当中啊 选择一位 坐下来我们继续深入的了解 而另外一位女士呢 将成为下一个登场 单独讲述的女嘉宾 选择之前 我们来请一下 老师啊 给下建议 我个人认为 可能我觉得四号女士 更合适一些 因为毕竟来讲 四号女士 现在可能这个 现在您的这个状况 和状态来讲 可能跟先生更接近 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孙导在这里面说话 大多我不同意 但这句话我还蛮难同 因为我发现 先生在问到 说四号女嘉宾 她有没有孩子的时候 她说没有的时候 男嘉宾是眼光 是放亮了的 而且又紧接追问几个问题 可能没有孩子 对于她来说啊 更容易把这个全部的精力 放在两个人的情感当中 也许她会认为 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最核心的一点是 四号比较欣赏 季先生 这一点很重要 我注意到 这二号女士 对先生也很有好感 您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 她小眼神一直瞟着先生 不论一眼神 我对她也有好感 刚才我们是问了 她还推荐四号先上场 所以女士 您已经在场上说了吧 是吧 促成他们呀 那是客套 有时候在这个感情面前 那真的得抓住主动权 一让 说不定真把姻缘都让没了 您还用看一眼 太丢了 希望先生跟您单独交流吗 希望 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是 季先生 心里乱吗 很难选择 我要决定的话 太难了 跟二号先生和夏姐聊聊吧 她没有在婚姻上受过伤害 她只是没有结婚 她就感觉她的那个挑剔的条件就比较高了点 她要是她 比如说她受过伤害 她当时过日子的话 她肯定挑四号 我还没让您做选的 您就直接选了 二号女士 您是愿意坐下来 先一个人聊聊您过去的情况 再和先生私下去交流 还是直接和先生下去交流了 可以先坐下来聊聊我自己 敞开自己 也让大家知道我到底什么样 她挑二号 二号没挑她 是吧 先生心里又乱了吧 也是不跟您下去 那挺好 这样决人也有机会 你也可以选择别人吧 对 下来可以先聊聊 可以攻击竞争吧 这先生还真是不太会谈恋爱 四号女士 也许刚才先生没选择您啊 但其实您上场 直接表达自己感受 我觉得特别的好 现在有个反转的机会 您是否愿意 邀请先生下去聊一聊 因为二号 你是决定留在场上 单独讲述了 那就下去聊一聊吧 哎呦 我以为您伤心了 不跟他聊了呢 那您问问先生 他的意见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哎呀 说实话 我也觉得有点乱 但既然二号 你是愿意坐在场上 先单独聊一下的话 您和我们四号女士简单交流一下 好不好 你觉得刚才二点不合适 家里离得比较 相对比那个远一点 再一个呢 人哪边有孩子 我说以后呢 孩子可以照顾照顾我们生活 喜欢小孩 喜欢喜欢孩子 是这样 我看中二号了 对 您为什么做着这样的选择呀 坐下来愿意单独聊一下自己的情况 因为我跟他下起聊了 我既然我上来了 别人都不知道我 他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呀 我那机会不就没有了吗 那看来您没四号女士坚定 坚定呀 当然呀 人家四号女士就坚定的就喜欢二号 我姐的他俩挺搭的 那您刚才跳出来说您也喜欢他 我喜欢他那种沉稳的性格 踏实过日子的心 但是说我有这个机会来这 那我也应该把我自己展现一下 他我感觉他还是喜欢比较开朗的那种 比较男人气概的那种是吧 我觉得您性格挺好的 我就是一个就怎么说呢 表里如意的人吧 很直爽 对 不会噎的也不会藏的 别人怎么评价您呢 闺蜜她最知道 哦 您闺蜜来了 刚才拿十字秀这个 你好啊 女士 她呢 是一个比较直爽 就是说心地善良 特要强的一个女人 我们都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就是再强的女人 也都有她那种薄弱的一面 能看出来你的好朋友特别的激动 快要流泪了 挺贴心的 你看我离婚这一段时间 我这人就怎么说呢 就要强的吧 在三四年之内我谁都没说 为什么呀 不想说 这段婚姻是我自己别人给介绍的 就是我前老公他的姐姐 亲姐姐给我介绍的 我跟他在一起上班 过得顺利吗 不怎么太顺利 因为他没有责任心 打一个很简单的笔 我俩一块到超市买了好多东西 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走 我这胳膊就抱太多了夸掉了 要是一个外人也给你把脸捡起来 他就绕着就过去回家 回来我就故意地问他 我说那你怎么不捡起来呀 你不会捡 太可怜了 这男的太没有人性了 后来他就喝酒 他要一喝酒都多的 他不能 他不控制自己 去酒 去酒 他最后那次 我俩就是由于他上外边喝酒 喝完了就回来 我家那种门都不是那种大铁门 不一关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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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以为我睡着了 你不就不闹了吗 所以回来上进了屋 他就撒开疯了 站在床上 我一点都不太夸张了 我这样睡着 他站在床上 拖一下衣服 扔地 拖一下衣服 然后叫我名字 去不起来 我说你有病啊 他说你就得给我起来 下地给我捡点 就这样 撒酒疯 对撒酒疯 等到他好了 这时候你要说 那不喝多了 那不喝多了 那也喝多了 你不能老这样干 借酒撒疯这个人吧 他真的挺伤你的 不是刷酒疯 他单有的那些人 刷酒疯是假的 揍他一顿他就不抓了 刷酒疯都是假的 哪一年离婚的 07年10月31号 离了三个月 就把人家领了家来 就过上了 就过上了 就很快的结婚了 对 就过上了 那是离婚后认识的还是 别人虽然说有所耳闻 但我没看见我不说 那他们过得好吗 不好啊 又过了几年 三年十四年 他照顾我一回 他说我求求你了 你花五万块钱 把我买了回来吧 什么意思啊 他让我出钱 他跟那个女的离婚 让我把他买了回来 你以为你是商品 他自己把自己当成商品了 这男的太有点赖皮 他话本来是不应该说的 他就这么跟你说的呀 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跟我儿子说的 我儿子因为我没给拿点钱 我儿子对我还挺有意见的 我儿子 这个男人真是挺离奇的 我儿子真的说 我说妈您就给他吧 我说你知道你妈这一天 多辛苦赚点钱 我还开始是 这不是说钱不钱的事 而是这个男人 还能不能带起生活的 有没有感情的问题呀 这个男的真有点够呛 来帮我推一下 一号先生话筒 您刚才和四号 简单交流了一下是吗 对 聊得怎么样啊 聊得就是跟朋友之间 这种了解方式吧 那刚才场上 二号女士的情况 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一些 没完全听到 那您现在对二号女士印象 是比刚才更好了呢 还是更好了 更好了 更好了 为什么呀 更同情她了 这一号女士二号女士 遇到的问题 都是前夫酗酒 您这个抽烟喝酒吗 这一定你非常关心的 抽烟是不抽 喝酒呢 有活动的时候 喝喝酒 也没喝多过 二十年之内 也没喝多过 那偶尔有活动 或者聚会喝点酒 没问题 他有自控能力 那这点很不错 那先生 刚才您没把这二号女士 请下场跟您聊天 您现在得努努力吧 郭女士 我对你有好感 想进一步了解了解 您看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叫郭寿莲 您得改成阿莲 你改成阿莲 莲莲 下来吧 但是莲莲姐 我还得不是出难题 因为咱们选择舞台是公平的 这下面还有二号先生 他也挺优秀的 您见不见 见见 见见 那一号先生 那一号先生这心得多凉啊 一号先生 一号先生的性格 比较挺好的 对呀 你如果要再见个二号先生 万一还有三号先生 那一号先生心太凉了 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热情了 缘分是改变不了的 您还是要见的 对 好 来帮我对下二号先生的话筒 二号也没来 二号没来啊 对 到现在都没来吗 对 您是三号先生 我是三号 他们跟我说二号先生亲友团来了 不过大姐 您是亲友团啊 赵大哥 对对 你们俩是二号先生亲友团啊 那人呢 哎呀 这个事我 我先说吧 这个事对剧组的这些编导们啊 我先说一声对不起了 真抱歉 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们小区的门口啊 就有那个烤羊肉串的牌子 他就跟我说 大哥 我认识您 您是去过选择的 他是追着 追着我俩 我俩已经能过去了 哦 追着手来 他说的 您帮我忙啊 我要找个对象 我说你多大了 他说把年龄什么一说 我一看他挺着急的 我们俩人又比较热心 我们就说那好 我们就帮着你吧 我们就给他直接 帮着他报了名 那今天怎么没来啊 说了好多原因呢 什么又说 比如说子女又有点不同意了 但是都是含糊糊糊的 这昨天不学还编导 对 昨天沟通还很愉快 昨天沟通的还挺好 结果呢 今天我们还说我们全程陪着你来 对啊 接着下着大雨 我们都来了 他呢 没来 这我觉得啊 我也有点气氛 就这种人他来也没人选 你说是不是 不守信 这个人吧 不地道在哪 我们呢已经好像进了挺大心帮你 你说你找家找爱情 登好记 顺好的事 你既然你要对这个台负责 你就应该来守信 要不就提前置身 你为什么不置身 再说我上过一次选择吧 这个人吧 在干水桥 坐车 不知道怎么做的 上非常招号一次 找我非常我领的上这个选择 你既然那么诚心诚意的跟我说 为什么你今天不到场 我也挺气氛的 还有这样的人呢 那我们今天这个人 也受了骗子 很多人报名想参加选择 对 我们也是为了 为大家负责任 一一进行 核对对方的身份 了解对方的情况 然后才决定什么时候录制的 其实编导是费了很大的劲 很大的劲 在这里呢 我们也特别希望啊 报名参加选择的 如果我们编导和您约好了时间 本着对您自己负责 也是对节目负责 对观众负责 一定准时到场 因为大家这么多人等着您 其实是辜负了 所有人的一片好意 对 有可能还耽误了您的姻缘 所以在这里再次希望啊 我们都彼此尊重 好不好 因为原定二号男士的 无故屈席 栏目组正准备 调整节目录制顺序 而此时观众席的一位男士 却突然举手示意 栏目组本着对每位嘉宾负责的态度 您看着人家什么了呀 我觉得 一是年龄 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 完了那个 长得也挺漂亮的 您短时人家不好了呀 但是一号先生可是对他很有好感 而且人家对一号先生也有好感呀 竞争吧 您觉得您和一号先生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就说那个性格方面可能是不一样 家庭成年环境也是不一样 您什么情况 刘顺杰58岁 北京人离异工人退休 人应该不错 起码是还值得救肠如救火呢 对对 人品不错 两位还不是特别了解女士 我们这样吧 做个匹配度的测试 好不好 共同完成一些题目 看看二位是否有匹配度 好不好 来 题目呢 是这样的五点 第一个问题 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 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女士 我一翻试五点就起床了 嗯 先生呢 我一翻就是六点 差不多 起床时间一致 晚上睡觉几点睡啊 女士 九点半 十点 先生呢 我一翻就是九点半到十点吧 你又是套人家呢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反正您就像人家标准套 人家几点休息 你就说自己几点 是个意思 是那个意思 你都也瞅着挺喘后的 晚到回家以后 谁做饭 谁洗碗 谁收拾家务 俩人分工吧 就是这个 俩人分工 对俩人分工一商量 我做饭我刷完 你回这家务 我认为我做 哎呀 可是你忙啊 你要上班呢 没关系 我也得习惯 让这个老公吃现成饭 他现在上班呢 那我可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他现在上班呢 那上着班呢 肯定就是 谁让我做了 全包了就是这个 哎呀 我不是退休了 没事嘛 我就多做家务 您挺积极的呀 来 讲证鼓励一下啊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条件允许出去旅游 希望是在国内 还是去国外 如果条件允许去国外 一年就去一次 应该是没问题 国外游 国外游 来 帮我推下 一号先生话筒 欧州十国游 一号先生主席好毒啊 十国 您呢 女士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去国外 去哪儿 去国外 欧州十国游啊 哎呀 我想大好可以二十游 二十国游 二十游 没想办法 我欧州四十七个国家游 欧州四十七个国家 好 四十七 都带他去啊 都带他去 看来您是这个 就是要和先生竞争 不追到二号女士 事不罢休 对 就跟她那个刺绣一样 六年 我追她六年 哎呀 你是开心吗 开心 那您看您也见了咱二号先生了 还有三号先生您见吗 这一号先生可是铁了心的 六 六 您还 您不能因为人想追你六年 您就要多看这位先生 那不太恭喜 嗯 您还见吗 不见了 终于出口了啊 我觉得呀 像一号先生能这样表达 真的是超常发挥了 如果他不是特别特别的欣赏您 他就又磨叽了 这也行 那也行 他就又该这样了 所以也珍惜这个机会 嗯 所以呢 二号先生对我们二号女士也很有好感 一号先生也表达着执着的追求之心 二号女士 您来选择一下 您是下场 去和刚才本来应该聊天的一号先生 再简单地聊一下 还是和厂上这位先生继续交流 嗯 下场 下场 不见三号了 不见了 好 谢谢您 MING PAO CANADA 那怎么都退休了 按道理来说 北京人可能大部分都会解决住房问题 因为最后这一段 离婚的时候 判给对方等于13万多 我就把房案就给卖了 上给人那钱的话 就是我要用不了的情况下 我就想 那钱到时候我就给我儿子 那您对未来如果真的成家了 和另一半的生活怎么安排呢 尤其是经济上 不急需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希望找给对方 经济上有保证的 一般不急需的情况下 我的那钱就给我儿子留着 我是这么想 但是实话实说 就不动这个老本了 就不动老本了 花工资花车修金 对 这个两个人生活费 共同贪一部分 其余的你自己有儿女 或者有亲属 自己在哪 需要对方帮助了 这个提出来 你这么处理起来特别清楚 住房问题怎么办呢 住房问题 我现在就比如说住房 房子对咱们生活来说 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是吧 孩子多大了 我的孩子等于是三十三了 他已经归对方之后 现在已经结婚了 孩子是对方 这是第一个妻子的孩子吗 对 后来两次结婚 全是对方带着孩子 当时为什么离婚的呀 具体就是因为房子 当时我们住的平房 等于是两间房 我是一个哥哥俩姐姐 结婚之后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他就想 我在北京等于照顾我妈 找照顾我爸 他就想等于两房他全要 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咱们说也说不通 这么着是离的婚 老有矛盾 就因为这房子问题 该是谁是谁的 多吃多蘸还是不好 第二段婚姻呢 第二段是哪一年开始的 是90年结的婚 完了92年92年离的 两年就离婚了 对 因为这个 因为他带一孩子吧 就因为教育 你教育孩子方法 就是达成不了一致 那孩子也不学习 他也管不了 最后这个 我说这孩子也不学习 老不及格 他那么管也不行 我说咱要答不成那什么话 因为孩子 你要不咱就分手吧 最后他上法院 在法院起诉了 方法不一 为什么不是协议离婚呢 他的意思就是 我带孩子 他觉得我跟你结婚了 他就想 我觉得我得要一半房 又是房的问题 对 当时那房呢 当时是房过余的房 公共吧 对 就是这么着 我觉得这真难 我觉得反正我比较介意 婚姻太多 我比较介意 太介意了 那第三段婚姻呢 和房子有关系吗 也有关系啊 我下岗 下岗之后 不就挣得少了吗 等于是 当时我是照顾所爸 他那意思就是 你得出去挣钱去 他又在这个意思 我说那时候 那也是不行 他心里就不高兴 当时不高兴 也没说什么 时间一藏以后 他觉得好像是 觉得吃亏了似的 那这段婚姻 维持了多长时间 这个十多年 这个男士 比较有个性 还是有个性 只能说是 他处理这个婚姻关系 可能是处理的 固执一些 处理好了 不会这样是吧 对 那一次没有经验 两次没有经验 老是没有经验 老是不成功 你说的对 不好 三段婚姻和经济 都是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对 这次如果真的找到合适了 这千万想好经济啊 房产啊 这些都是怎么安排的 不要再因为 就经济的问题 产生矛盾 对 咱也真的说实话 折腾不起 折腾不起 因为现在我不退休了吗 是吧 退休以后 每月三千多 就比较稳 来帮我推一下 三号女士的话筒 您怎么看待 如果再成家啊 这个财产如何分配 这个经济方面 过日子怎么安排 婚前财产肯定是 应该是个人 还是个人的吧 婚后就不能分那么轻了 婚后就是双方共同承担是吗 对 来 四号女士 您对这个婚后的 经济和财务的管理方面 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婚后的财产 应该俩人共同来经营吧 谁来管理呢 我觉得还是男士管理吧 男士管理啊 钱交给男方啊 那个俩人商量的来呗 但是钱是由他统一管理 然后商量的去花是吗 对 这女士的方法也挺好的 我觉得 但是有一点 我对管理的钱 我也是不行 也不行 那这就是商量的来吧 我也不行 就是这具体的怎么那什么 我也不行 但是我问下三号女士啊 三号女嘉宾 如果您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先生 他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自己的住房 而且也说了 可能以前住房卖的钱呢 也是希望留给孩子的 这样的关键您能接受吗 我感觉这个年龄了 我不希望再去租房子住 然后老得搬家呀什么的 我喜欢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家 因为再婚和初婚 的确是关于经济的问题 大家态度是不同的 那么无论怎么样呢 我相信爱的更多 在钱方面计较的越少 如果说大家真的是什么都去计较 彼此的戒心也就有了 因为我们生活的确是离不开 经济的支撑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婚恋观 价值观 包括这个财务方面的观念 也是和我们过去的生活 有息息相关的这种关联的 女士有这样的想法 一定和她的经历有关系 我们这样吧 也把三号女士请上来 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了解一下她好不好 来 掌握我请三号女嘉宾 把你好高的个子呀 是 三号女嘉宾 吴颖秀 52岁 黎毅 户籍 黑龙江 职业 国土资源局干部 身上稍等 您这身高好像不太占优势啊 您这俩能并列站一下吗 来来来 有压力 太大 太大了 太大压力 这女士我看了 个儿比您的还矮一点 对 这要再穿一高跟鞋 个儿可不矮 个儿太高了 她过一米七 您多高呀 我一米六七 她还显个儿 对 我特显个儿 再穿一高跟鞋 那可能就比马老师高了 肯定 我一般平时很少穿高跟鞋 那如果要穿高跟鞋的话 比马老师高了 像马老师这种类型 您能考虑吗 可能比你矮 我一米六九 考虑吗 我想我对这身高的要求 应该在一米七二以上 刚才女士姚中姚的可肯定了 马老师也不考虑 即便是马老师也不考虑 是这个情况 真的 我就是感觉 就是怎么也得一米七二吧 我觉得就是男士一米七二七三 看着可能就跟我一边高了 但是有些男士也许身高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内心很强大 是个巨人 对 身高一米六九 那也可 那个精力高 我不会说 把这个条件设定你狠死的 我感觉他三号这个身高太高 有压力 杨丹他这个个儿说 跟我死 那个爱人是个儿差不多 刚才您说了 其实您不太接受先生的这种 就是婚后的这种理财的方法 其实他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之前的房子卖掉了 其实手里是有一笔 不小数目的钱的 但是他跟大家说 我有钱啊 但是我要留给儿子 那留给儿子是应该的吗 谁生了孩子 肯定都得对下一代负责任 那您听到这个会不会有点介意啊 不会介意 但是吧 我就感觉吧 就得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我不会去老去搬家的 您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吗 我有但是不在北京 北京我没有 在哪里啊 在黑龙江 您是黑龙江人 我是河北人 户籍是黑龙江 因为我是后来调过去的 在那边工作 先生所有时候有考虑过吗 就是对方固定住房 还是说像您一样租房也可以 我就想最好找一个住房的 我为什么要对方找一个住房呢 人家也有闺女也有人家儿子 人家的房子也给人家闺女儿子有了 我是这么考虑 跟你们俩平等一起住房 对对对对 愿意跟我一块住房的 所以您还希望真的能够找一个没房子 对 跟我一块住房的在北京 他这种想法有点 小房子 有点偏激 你想想你连房子都没有 然后别人的跟着你流利颠沛 然后搬家什么的 租房子 反过来你把那些钱又都留给儿子 真的我真的又觉得有点自私 先生有什么想问女士想了解的吗 因为刚才那身高就不怕是罗姨就不问了 就没必要再问了 你不问了 那就不问了 那您就下场休息一下 我们一起听听女士的情况 好不好 好了 谢谢您啊 谢谢您今天就讨论啊 谢谢 我觉得差不多 这么多我就上去了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这人挺不错的 挺直爽的 也挺漂亮 完了其实关键是人家考 因为有竞争嘛 一号二号男生竞争 人家觉得他条件好一点 是正好情况 所以说我也是理解 是哪一年离异的 我是03年 12年 12年了 那12年之前 孩子还挺小的吧 那时候上高中嘛 就快考大学了 高考这个阶段 你们离婚的 高 高二吧 所以我女儿吧 本来她学习特好 当年考试 就是考得不理想 然后女儿挺要强的 不理想学校她不去 所以后来又复读了 然后考了六百多分吧 六百多分 对 高分 考到北京来了 对 考到北京来了 女儿是哪个做大学毕业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其实我相信您啊 肯定特别爱女儿 是 所以才会 这一内退了 就来北京 照顾孩子 对 那当年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一定不会在孩子高考 那个节骨眼上 是 去离婚 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感情上出问题了吧 是 她 她出问题了 对 在外边有 别的人了 那她提出来的吗 不是 离婚是我提的 您发现了 对 后来我知道了 我想您当时一定想先忍一忍 把这段时间过去 当时我一知道 我就特别气 你知道吗 我跟她是中端的同学 自由恋爱结婚的吗 那感情非常好 应该真是挺好的 所以说就是 可能是怪我没想到吧 发现以后 可能我当时也急了点 有一次吗 她在市委上班吗 然后就是各个部门 都会轮着值班的 平时呢 都是早晨 比如说 六点钟了 就是从单位就回来了 然后买着早点 就回家了 吃饭了 但是那次嘛 她又跟我说值班 那就去值了 去了 然后结果 到点没回来 我还挺纳闷的 今天怎么没回来呢 我得过去看看去 我上班 这好能从他们院里 可以穿过去 我就从后门进去了 进去了到他们单位 去找他去了 结果到那儿 就是不有那打经的师傅吗 那师傅说 今天不该他们 就可能是该人家组织部啊 或者是人家宣传部 该别的部门值班 不该他们部门值班 那些不值班 那上哪儿去了 我就跑到他们单位 去敲敲门 门的屋里头 哪个屋也都没有人回应 哎呦 那我也得上班呢 我觉得当时心里 就是也是一成吧 那我得上班呢 我就从这院里出去 我就奔前忙 然后奔我单位走啊 结果到门口呢 我就胖小看见他了 他就从街里 就是从那个汽车站那边 就是过来了 就不像是从单位里出来 对啊 过来了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嘛去了 你不该你们值班 你一宿没回家 干嘛去了 他呢 其实怎么说呢 我前夫他也不是个坏人 其实他也应该说是挺老实的 他不会说当时就跟你什么圆什么谎啊 他可能也突发吧 他也没准备 反正也挺诚实的 我去哪儿去哪儿了 就说去那个女人的那个 他们家的那个地方了 我说上那儿干嘛去了 他也不承认什么呀 就说去 他有病了 怎么怎么着啊 我说有病看病人 你也不能说看一宿吧 你到底哪怕是最晚的一班车 你该回家吧 你成宿带人家算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男的有外遇了 因为生活条件好了 在外的闯荡了 接触的就是年轻的 比自己的这个老婆都年轻 说个不好听的 又在一块又有点暧昧 抹脸就好了 因为这个生气 然后他那个哥哥嫂嫂呀什么的 都来劝 劝 后来就是慢慢的 我就想 就情绪就是 就慢慢过去一点 是吧 我就说 如果真的能改是吧 也可以 还可以过 但是你要不改不行 然后他也保证改 保证完之后 他 我又发现他还是没有断 也是有一次我们去洗澡嘛 洗完澡之后 又说值班 因为有以前那个了 我这次就长了个心眼 等他拐到他们那个后门进去以后 我就跟着去了 跟过去之后呢 结果到单位又没人 根本就没上单位 又拿值班当房子 又走了 这个要看道理说 你男的就得有这个能控制自己 这才行 可能男人都这样吧 外边有好的家里也不舍 这个也不懂 你别别说 我妈也不懂 男人这点心理 你不是说红旗外边采旗飘家里红旗不倒吗 这不就是说男人的吗 什么红旗采旗的话题 民间有各种这样的说辞 但从一些心理学的统计数据来看 男士呢 未必愿意和那个人去结婚 所以不要以为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婚姻家庭 其实您刚才所谈到的 我没以为他要放弃 也是一个相对的共性话题 就是男士有可能会表达对自己的妻子一些不满意 或者说婚姻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 但是他未必要放弃这个家庭 所以我也希望听到这个声音的朋友们 在这个信息中间去捕捉对自己有益的内容 他对人你看面相他有点面善 他不好这个问啊或者管的 他对男的肯定比他这个要厉害一些吧 所以说形成了这样 我觉得婚姻当中很多有互动的问题 有可能这位男士在这个家庭当中 他会觉得我好像不被爱 或者说这位女士她不很尊重我 有很多很多原因 所以说她可能开始用自己的办法 在寻求她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能这个方式并不道德 但是呢我们在这段婚姻里 我们到底有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男方的责任 不过她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想着她是忽略了这男方 不过在感情上对她也有不足的地方 肯定时间久了在一起 肯定可能有点代谢吧 可能关心你少了一点 因为都上班嘛 我那时候也要经常下乡 一个是她也有责任 不能说她没责任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和各方面 她有一点那么你都察觉到了 所以说呢在这时候你要控制 不是说就非得跟她怎么怎么着 不要这样 先想办法控制 所以说必须有头脑 把事都想轻了 再怎么做工作 来把我听到三号先生的话筒 您对舞女这印象怎么样呢 挺好的 人挺憨厚 挺实在 长得也挺好的 各方面但我看都挺好的 符合您理想 则有要求的这种类型吗 有这种意愿吗 看来是样样都满意 对 但是我就是比她年龄大 女士是52岁 女士您能接受的年龄区间 在什么样范围内 60岁以下吧 如果说身体状态很好的话 稍微再年长一两岁能接受吗 那接下来呢 三号先生要上场了 我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 但我们先来看一看 看看这个年龄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啊 这是先生所担心的 好不好 来掌声有请 三号男嘉宾 我怎么感觉您跟 没太睡醒是了呀 我这人就是小嘛 哦 就是小秘密啊 对啊 那没办法啊 长不大了 这个男嘉宾精神状态挺好的 挺富态的 刚才您说对你是 印象非常不错是吗 嗯挺好的 但说这句话 刚才一上场 我也觉得女士好像比您高 您能一米七别 我近一米六七 跟我去世的爱人一般好 所以觉得你是这种身高 你觉得非常亲切 穿上鞋什么 她那稍微有点高跟 看着她比我高 我们结婚时候在一块一站 我一清晰腰板的 她还是比我还 我是一米七 主要是性格的人品了 要好的话 个子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身高让您熟悉啊 还有其他特点 让您觉得很亲近吗 实在在不认 嗯 对 所以说 她一上了我就这么 就很有好感 可是我听说 之前有女士上场 您好像也特别有好感呀 马老师 您猜猜是先生 在没有见到我们三号女士上场之前 对你哪位女士有好感 四位女士都见到了 都见了 都见到了 我推测可能是四号 一位女士特别能吸引人的 可能不光是她的外表 一定要看她可能 性格上比较突出的东西 所以我也特别同意 马老师的意见 因为四号女士的这种勇敢 是真的在舞台上 是特别明显的一个 她的标签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我觉得是二号 二号不是被一号先生 两个人好像有点 你情我浓的样子 但是说您不说问 您想他喜欢呀 你猜也是二号吗 三号男嘉宾 应该跟四号女嘉宾更大 帮我推下四号女士的话筒 我们场上除了我 有两位说是您 还有两位说是二号 您猜猜先生 是对谁有好感 我觉得应该对二号吧 为什么呀 二号比较开朗一点 而且长得挺特漂亮 那您对我们场上 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实在的 看来印象也还不错 可以吧 来 帮我推下二号女士的话筒 您好 二号女士您好 您估计是您 还是四号 我估计是四号 为什么呀 她的四号挺大的 怎么大呢 凭我的眼光看 她俩长得挺大 长得挺大 人家四号眼睛多大呀 您的意思是夫妻相是吧 对 这么一说确实 因为四号女士 说实话眼睛虽然漂亮 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眼睛 脸也有一点圆圆的 我这么说 四号女士不会不高兴吧 四号大姐 这二号说你们俩有点像 您觉得呢 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吗 有一点 您也认为有点啊 对 哪像啊 好像就是脸型像吧 都是圆圆的 看来四号女士 也认为有些熟悉的感觉 先生 通过这种语言 这种话语 其实您应该多少有一点感觉 谁对您有好感 谁对您一般 谁可能根本没感觉 您心里有判断吗 有点认识 没听出来 看那个那种 就是四号跟三号 对我印象的特别好 就是一面之缘 因为都不太了解 对 这两个人我看了 四号和三号女士 您都挺欣赏的 都欣赏 您欣赏四号女士勇敢 就像马老师说的 对 欣赏三号女士的直爽 对 四号女士有内心 这个人他一走道就能看 今天我也不隐瞒 我是管人的 一说话一走路就能看出来 那您从三号你是走路的这个样子 您判断出来什么了 实实在在 实在 来 尊导走路 您您观察一下 就正常走呗 我这么走 你年轻人 歪歪隆隆的 走的不是你的正道的 这种走法 这个走法 是吧 不是 那个 对吧 我说就赶紧说 咱们这在上砍吧 就说这好话了 你看 三号先生 他平常就这么走 这样就好点了 他关系还得挺细的 石瑜老师您走走 预备走 不是 不是正常走 来 您说是吧 你看 他这种走法 绝对正道 正道其实是一个 正道 大的方方 大的方方的一个 一个军人的感觉了 我特同意 他就不是正道人 我就是正道人 而且我还当过兵 真的是培训过走正步 我说他 他是做表现这种 就不是这人 他真的平常就这么走 咱们就说要平常的你走 才能有一个代表性 先生 那你能 你也走一下 让我们看看行吗 您就是有点顺拐了 闲得那么紧 先生走得很悠闲 很自信 是吧 来 我们简单聊一句 看一下先生基本资料 请看大屏幕 三号男嘉宾 张宾 64岁 北京人 新丧后后离异 职业 橡胶厂副厂厂退休 年龄确实是 先生比女士要大一些 差12个属相 差一轮 会觉得这个年龄有一些问题吗 那当然 身体好的话也 也未必就怎么着 但是总感觉同龄人更好交流一些吧 我觉得年龄也不是最重要的 对 第一又有共同语言 对性格也挺主要的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年龄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这样啊 您再一次给我们说一下您的择偶要求 好吗 年龄60岁以下 然后身体健康 有点小幽默 有点小幽默 好 你这身高的要求 身高也有要求 身高1米72以上吧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互相欣赏的话 年龄不是问题 那我这个年龄是比您大 身高还得就过1米72 我是1米7 原来是1米7 现在可能还学矮一点 像下边你说这些条件 基本上都符合 因为我独立住房 儿子单有儿子的房 姑娘在国外定居 她也家的房子 对 在那个澳大利亚 经济条件上呢 咱说反正咱不说太多 有几千块钱够花了也够吃了 听出来咱张先生还想努力争取一下 我呢 反正其他别的 我就是现在 照我来说 没有什么说不用拼气不用打的 现在我呢就是 退休了 玩玩乐乐 春天出去旅游一趟 就等到过了11以后 我还出去旅游 那您是跟团去啊还是什么 我自己去随团自己去吧 准备去泰国呢 去泰国 等到过这11 看看 我儿子说等过11就够 不好意思 那这个 现在这个团 还没报名呢是吗 没有呢在11之前你不能把我抱的 这不贵吗 过了11不便宜了吗 没错 这都是我儿子过关 那如果要是咱们很有缘分啊 很快选择成功了 这团里还能加一个人吗 可以啊 当然 没有你啊 应该说你很期待是吧 对啊 就是缺这么个人啊 先生也争取了啊 您也去考虑考虑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 好吗 好的 谢谢您啊 我觉得我表情不太好 为什么 是不是说话有点太直了吧 太直白了吧 男嘉宾人人倒是都挺好 只是就说演员差一些 年龄差距有点大 我觉得这年龄吧 就是最好最大比超过八岁 您是做管理人的工作的 对啊 主要是做哪方面呀 我来北京刚现场 您之前不是在北京生活的 原来我是河北人 调进北京来的 哪一年来北京的 我88年来北京 一开始就是车舰主任 这个车舰主任 那个车舰主任 因为什么 这一摊建完了 弄好了 人家接过去了 然后又接往建这一摊 那看来您很有能力 不能说有能力 反正熬心吧 就是新建的一个部门 您去管理 对 完善了之后交给其他人 对 就是您的 荣誉证书哈 对 先进生产者 这是在1991年 对 也就是您这一摊 那一摊建厂的时候 对 是赛成胶的车舰主任 是橡胶质本的车舰主任 然后是动力车舰主任 这二十多年 一直在这个厂里边 对 从这个车舰主任 那个车舰主任 一直做到副厂长 一帆一帆他去 一帆一帆他去 笑得很阳光 很灿烂 那会很辛苦吧 当时很忙啊 那过得这样加吗 在单位上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你加了我爱人 他有病 我得测过他 不特殊情况 我不值班 你要像这建这摊 我就得在那可以值夜班 那是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什么呢 他是87年检查出 子宫有囊肿 没确定是良性热性 等到过了年 做了切片 没有癌细胞 就是囊肿 等到四月份做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 他就准备 等到九零年左右 他刀骨不愈合 老师对发炎 这个人的瘦的挺瘦的 两年了都没有愈合 没愈合 到了九一年是九二年 等到放射治疗 这回治好了 治好了 然后他也恢复了 身体达到了一百五多斤了 那个盖 我那时候也一米六七的盖 等到随后 他有二年没检查 等到九五年再一检查 最大的又达到了 七至八厘米 这等于是又复发了 又复发了以后 他就做手术做不了了 这为什么中间没有去复查 他这两年 他身体不是都好了吗 他就觉得没事了 他没复查 所以说他就 到那时候再一检查 又检查那么大了 所以说就让住院 住院再做想做手术 再做手术做不了了 整个就那么生 长长长长的 憋死了 他都沾连都沾在一块了 这个肠子堵子这一站 沾着口这这都沾在一块了 再摘不开 没事手术做手术 那等于最后就是 就这么生憋死了 我这半年就是白天把生产全安排好了 黑夜我那儿跟他陪他睡一觉 我白天我也顾一人 就每天晚上都睡在医院 每天晚上都在他那儿陪他 一看就挺有责任心的一个这么一个大哥 也应该挺顾家的 这个后来是转成恶性肿瘤了吗 没有 良性的 良性的 它那叫什么呢 它那最后给定的是叫血管肉瘤 体检复查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定期去复查检查的话 就不会长那么大 也不会粘连 爱人是九几年过世的 96年 96年过世 后来就又有了一段婚姻 后来我通过我们的同事 就是我们我那时候当副厂长 还一个厂长助理 我那爱人还没死的时候 他就打听过 但是刚死呢 就让我们的正厂长就把我叫来 这么着给我介绍 这段婚姻有多长时间 七年吧 他带孩子吗 他有一姑娘 跟你们一起生活 他闺女那时候呢 在那儿上学呢 就是放假时候到北京 那等于一直就是你们两口子一起生活 对 就我们两个人生活 您是带着儿子当时 对 婚姻儿子都跟我在一块儿 你们之间其实第二段婚姻也挺不容易 您还带着两个孩子 对 这后来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200年我们单位厂子就倒了 在家等于是夜 待夜 我借他点钱 20万左右的外债 那时候 在什么借的20万外债啊 我这个爱人去世前 弄一套新房来 在那个长医院东门对着 那个楼就是在那儿 这套房是15万多 嗯 再加上他有病花一些钱 病20万 他有时候他说什么呢 你把钱还给我 我就走 如果双方因为这个要是闹了保证之后吧 双方心里的房子全是全是跑寿 那就没法没法再过了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要因为钱的问题 老纠缠就没意思了 不是他为什么要说走呢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了吗 没有什么 他就觉得好多琐碎小事 举一个例子 我闺女呢 跟他那闺女在我的小间住 我闺女结了婚了 她的闺女来了 她不就孩子住我小间吗 我儿子呢 只能在门厅住 那时候我那个两句子 我利用出租我才能顾家庭生活 嗯 所以说呢 我就跟我媳妇说 我说你回头跟那个 他闺女叫毛毛 我说回头你跟毛毛说 你啊 让他把那个黑件 让他把门关上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爹不是亲爹 儿子哥哥不是亲哥哥 我说因为有我闺女在住的时候 不关没事 我说这 他把门应该关上 这以后他错了 错理解我了 说我对他有看法 其实他也很善意 对 这不赖 对 这个不怨他 所以有很多这样 可能沟通帐不畅的地方 你死误会的地方 哎 好多这个小事吧 这个家庭所在想 咱也不说人不好 哪一年离婚的呀 我们是2003年元一份 你们真的离婚的时候 他总念叨那个两万块钱 您给他了吗 给了 就是给完你的婚 不再给了 我还多给了 还多给的 对 是他提出 还是您主动 对 我提出来的 他的各方面条件 可以人平了 看着他的说话了 也挺稳重的 也是那种 潘潘潘潘潘的 今天这几个男嘉宾 都看得给人的感觉 都挺踏实的 其实现在单身也十几年了 后来就再没有碰到 合适的吗 经济缓过来了 儿女都成家了 就是一样 怎么着 我就因为头一个这个 我心情上有点寒 再婚挺难的 对 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不好处理 所以说我停了十多年 现在想好了吗 现在想好了 现在用什么呢 真正有点小病啊 或者什么的 是有点孤单 前一段呢 我就是闹了头晕 检查cd什么的 都没剪出毛病来 你算我那是 7月29号检查的 8月13号 我给咱们节目所打电话 起码现在我经济范围 没有困难的 是吧 有的去有的花了 就缺一个老伴 对 走这个要比第一号 还有好一点 是吧 因为一号没孩子 你也没孩子 以后老了也是 我跟你说姐姐 这个更靠谱 你知道吗 就觉得他挺靠谱 帮我推一下 这个4号女生的话筒 何先生聊了很多 聊了他两段婚姻 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这个人挺善良的 刚才也有人评价说 你们两个有点像 您现在觉得你们俩 就是这个 对生活的看法 性格上 有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吗 有一点 对先生如果说 打一个分数的话 您打多少分 85分 多少分是您的起评分 就是多少分以上 您觉得这个先生 可以我们继续交流交流 90分吧 还有一点差距 这点差距如果通过现场 你们两个交流 先生努努力 能不能弥补呢 可以的 哎呀那看来人女士 希望你有所表现啊 先生 谢谢 好吧那我们的掌声 有请 4号嘉宾 还有一看这走路 就有内涵 先生说 来跟先生握个走吧 你好 谢谢 我看看啊 刚才说有夫妻像 这脸都圆圆的 但是这个说 眼睛像是太不像了 人家女士眼睛多大多样啊 这一小眼就有点曝光啊 不管大眼还是小眼 我们都是笑咪咪的眼 对 弯弯点 还确实有点夫妻像啊 他俩都是圆圆的那种脸型 是吧 有点像 我觉得他们俩挺办法的 刚才您可是和一号先生 牵手走 您当时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吧 还行 那您对这位先生的印象呢 对这位先生 也还看得过去吧 也还看得过去 要不您也牵手走一圈感觉一下 比较像和一号先生的感觉啊 好不好 有大方的字号 好 来 给点音乐吧 是不是有点搭呀 她俩 这跟这位先生牵手走了一圈 什么感觉啊 挺挺亲切的 来 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四号女士啊 看一下她基本情况 四号女嘉宾 李欣 52岁 北京人 李懿 职业 超市柜台主管 我教了17年的书 之前是教多大的孩子啊 都是小学的孩子 小学生 一只六年级我都教过 教什么课呢 等等 您是教一门还是教过很多门 我教过很多门 你想想17年的经历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说的 当了17年的教师 然后又转行 这么大一个跨度 您当时怎么转换的这个角色啊 开始从导购做起 从最底层 然后去做 给老板去做业务 现在是超市的主管 已经做主管了 就管理多少人员了 就是管理我们的一个部门 人不太多 三四个人吧 但您这行行都还做的挺革新一手的 还可以吧 他自己说他也是有点强势的那种 看得出来 这这个女人能干了 她自然的性格 她就是特别要强的那种人 三号就是说 通过您的走路 看出来您有内涵 这个我没感觉 您听了他这样的评价 高兴的 挺高兴的 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匹配度的测试 来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习惯 和一些价值方面 你们是怎么看的 对生活的态度 平常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 女士 跟朋友聚会一下 跟家人聚会一下 嗯 喜欢聚会 先生是喜欢旅游是吗 对 一年都安排两趟 对对对 那女士您喜欢旅游吗 喜欢 喜欢 那最近有这个出行的安排吗 还没有 因为我工作挺忙的 那这能请假吗 如果找了一个伴侣 人家退休了 随时就可以走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去过泰国吗 没去过 对那个国度向往吗 向往 想看大象 想看 人家因为听说您要去泰国 才说向往大象啊 什么泰国楼莲了 你得听到心里去啊 对 每句话的答案要听到心里去 那肯定是喜欢了 还是喜欢了 对对有好感 挺欣赏他的吧 接下来 如果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最不能容忍对方的哪个缺点 抽烟酗酒 嗯 先生 不抽烟 能喝点小酒 这喝的多吗 不多 每天喝吗 不每天喝 什么情况下喝酒 就是自己闲着了 想着喝两口就喝两杯 大概的频率一周喝几次 一周啊 哦哦 一个月 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喝一次 因为我开车呀 哦 你平常自己开车啊 开车你不能喝酒啊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有时候自己待着这个闲着了 你像去年我还上班呢 嗯 我天天开车上班 嗯 我那就不能喝酒 这个答案您满意吗 所以说呢 我从来喝酒 不会耍酒疯的 好 先生 您最不能容忍对方的是哪个缺点 最大的缺点就是有外遇 最不能容忍是对方不忠诚 不忠诚 这是最最是人来容忍的地方 嗯 其他别的小毛病这都可以换 忽然觉得您若有所思啊 嗯 嗯 你说 嗯 您的婚姻状况刚才看到了 其实是有两段婚姻状况 对对 嗯 而且都很短 两段加起来有七八年吧 而且您是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因为最初结婚的时候 就是找一个二婚 那就放心了自己再要孩子吗 嗯 男方说不要了就不要了 北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在一个初婚也没什么经验 就就没要 女人大部分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那你还是从大局上考虑吧 嗯 因为他本身有一个孩子 而且那是每天我带着去上 在我学校里边上学 哦 等于您带着的 对对对 这个女士非常善良 为了养育别人的孩子 不要自己的孩子 付出的挺多的 当时您这初婚时候多大呀 嗯 三十二三了 有那您结婚也够晚的 对对 怎么拖到那个时候 嗨 说不好什么原因 反正拖来拖去 条件高一点吧 也就这样 但是还真的能够答应对方说 不要孩子了 也说明您挺重视这番感情的 对 那怎么会分开呢 我只能说一件最伤我的事 这个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 有一天我们俩吵半了几句嘴 然后呢 嗯 他就要走 气头上我是说了一句 我说那你也跟着走吧 你像这种情况 孩子也许就跟着你去了 作为一个照片来说 你就应该说 说没你什么事 你该上学上你的诀是吧 他抱起孩子 把孩子带走了 对于我来说 一个初婚的女人来说 特别受伤害 这样呢 我就绝对跟他离婚了 太强势了 在家庭中太强势了 没有温柔的那一面 就因为这件小事吗 基本上也就是这吧 这些吧 再一个就是 这个人他有一点问题 当时是他的出租司机 我和孩子在学校里边生活 他经常是不回家的 这样呢 在外边可能也有些问题了 像刚才所说的 先生说 最不能接受我的 对方那个缺点 对 这个缺点就是不忠诚 对 可能在他身上 也有问题 对 后来很快又有了第二段婚姻吗 两三年以后吧 金人介绍 然后有了第二段婚姻 这段婚姻也没要孩子吗 在这期间 我就生 因为岁数也大了 我就生病了 得的是子宫肌瘤 这样呢 就是切除了 就不能再 真的 不能再生小孩了 太遗憾了 对方也是带着孩子的吗 对 而且我们俩这次婚姻 对于我们俩来说 就是感情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主要出在孩子身上 上初中以后呢 正处在这叛逆的年龄 有些事是 怎么说 那孩子接受不了 我觉得有些事 是他诚心做出来给我看的 像他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 经常上北戴河去玩去 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说他不去 不去就不去吧 有一天我就在他桌子上 发现了一 一篇 就是日记本在那 打开了 那搁着呢 王老他就 好多事 他就 他就说了 哦 写在日记本上给你看 对 这样呢 写了什么呢 因为他和他亲生母亲 以前经常去 这样呢 他觉得跟我一块 去到了以后呢 就是 有好多回忆什么呢 他自己就觉得 对他来说 是一个伤害 但其实也能理解啊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嗯 而且在有些事情上 嗯 他确实是 就其实孩子就一直不接受 对 一直不接受 那他的亲生母亲是 和父亲离异了 还是 离异了 离异了 嗯 假如南方要也珍惜他 他俩可以说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可以人家商量 解决 这事咱俩怎么办 是吧 那孩子必定得要长大的时候 这段婚姻维持了多久 四到五年吧 这个时候孩子也慢慢大起来了 嗯 而且呢 就是慢慢大起来了 这样他还是不接受我 而且在他中考的时候 嗯 好像对我也挺敌意的 因为他成绩不是特别好 我给他提个建议什么的 他挺恨我的 这样呢 就是 您提什么建议 他就恨您啊 我建议他 就是说你得面对现实 你看你的成绩 现在你上高中 你中下等的成绩已经不是特别 就是说你考上 你上大学也不会太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就报个好一点的中专什么 考个银行职员啊 会计什么的 然后他就不接受 接受 然后分手就下来 他考得特别不好 然后他就在家里边大闹 跟你闹啊 嗯 而且把家里边床带都丝了 这孩子是不是希望 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嗯 他好像和他一个同学比较好 嗯 后来公开的把同学的那个家长什么的 他给往一块堆撮合 啊 这样我实在接受不了 而且您还在婚姻当中当时 啊 对 他就公开的 对 那肯定接受不了 那就是 那是那个孩子喜欢他这个同学的妈妈 对 真是让人拿你接受啊 所以这个再婚啊 这孩子真的是需要去慎重对待 并且得有方法去对待的 我相信 我相信李女士呢 真的是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孩子 而且通过刚才您的描述呢 也是一个客观的评估 对 咱成绩这样 没有必要说非要奔高考去 对 咱上一个中专 嗯 将来出来呢 咱还有一期之长 挺好的 对 如果自己孩子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问题就在于不是自己的 嗯 这个分寸的拿你 在婚家庭中真的是一门技术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 确实是太不容易了 就是这个啊 有时候你本身是实打实的 为了孩子好 但是人家家长觉得 你这么多教育方法 人家觉得确实是不行 带于别的孩子结婚啊 就是确实太难了 就是这个 两人的感情要培养到那份上了 孩子根本就是不成问题 一般我们心理老师 会先跟来访者建立关系 就是当他足够信任你 或者认同你的时候 你再给一个建议 这个时候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上来 就给一个人的建议的话 有可能他会觉得 你这个出发点可能有问题 或者是你都没有跟我来 建立很好的关系 我就会来 从另外一方向去揣度你 这个其实也不光是时间的问题 我觉得这和一个人的 牵合力有关系 对 有的人孩子就喜欢你 有的人很快 你就能融入进去 是 有的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融入不进去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感觉到我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很快跟他融入进去 这个话题也是说给我们 很多的这个再婚的中年朋友 包括青年朋友 在对待这个继子女的时候 真的是要非常慎重 而且要讲究方法 但是眼下呢 这个三号先生的儿女 都已经长大成人 有自己的家庭了 那四号女士又没有自己的孩子 这方面的顾虑是不会再有了 可能相处起来就更为简单一些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的话题 接下一个问题呢 是最欣赏对方什么优点 先生您来说一说 有头脑 挺沉稳 说话办事的 他就是向人信服 这个问题问的是 最欣赏对方什么特点 也就是择偶时候 欣赏女方什么优点 您就直指咱四号女士 我喜欢她就是对人 您都喜欢她了 那您就要几个 女士 您最欣赏的啊 择偶时候 对方什么优点呢 对家庭有责任感 诚实相待 您觉得先生身上具有这些特点吗 应该有吧 我显得这男士应该挺看好的 是否建议对方 还跟前任有联系 建议 你跟前任有联系 你对这方就不忠 做朋友也不行吗 做朋友这个 咱们说两码事 你已经跟他断了 你还需要跟他做什么朋友呢 我同意 您也同意 对 您也建议 那您还和就之前的 没有任何联系 没有任何联系 对 下一个问题啊 结婚后谁做饭 谁理财 理财的问题呢 这个可以两个人来商量 嗯 谁比较合适 谁有的时间 做饭我才做 饭可以两个人做 理财两个人商量 跟他来 您希望两个人配合着 对 那如果南方说 你辛苦 我饭全做了 大家好啊 看来两个人这个 打算基本上都是比较吻合的 这位大姐 是不是能从原来的85分 给他涨上5分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一件事 而且从刚才的匹配度来看 两个人很多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点可能有所加分 但不知道还够不够5分 分能加一加吗 可以的 可以的 能加到多少分啊 能加到 95 95分吧 哎呀 先生 女士给您打了95分了 您呢 给女士打100分 哎呀 你看我看得多准呢 他打100分 没看男士就看上他了 最后先生 如果您送花 李女士会不会接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最终选择 看看美味的心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恭喜两位 牵手走到我们的台中间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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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今天有点盈看 但是没关系 相信会有更多的女士 在电视机前看到你的心上 您和我们一起的联系 好不好 好 谢谢 三号先生 您今天献花吗 献花 献花 来 走到场中间 下边你说这些条件 我家庭基本上都符合 那我看这个就是四号跟三号 对我印象是特别好 我喜欢她就是 这个人说 那您都喜欢她了 那您也要喜欢 献花之前 我有话想跟您说 其实您今天只和我们的 两位女士同场了 和我们的三号女士 还有四号女士 那三号女士 其实年龄上有差距 四号女士呢 对您表达了好感 但是一号女士 您没有碰过面 我特别想知道啊 您对先生的印象呢 踏实 稳重 就像一个大男人 真正的大男人 这么高的评价呀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 先生如果送花 您希望她送给谁 如果突然间 先生说 觉得一号女士也非常好 她要是真的有 那个欣赏我的心态的话 我会觉得 我从内心真的很欣赏她 一号女士很真好 谢谢 在四号女士 你看她的眼光中 也流露着一种恳气 对 我想 希望我们能走到一起 好 谢谢 谢谢 四号女士 我今天把花向上 我能够释向我的诺言 能够 好好地咱们 过好这个后半生 谢谢 恭喜两位 谢谢 一号女士不要气馁啊 来 两位请 站在这里 来 来 其实挺佩服 一号女士的勇气哈 对 我觉得 她的勇气 其实不比四号女嘉宾的勇气要差 属于你的幸福 肯定会早早地要找到你 今天有两个牵手提供 我们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你们把手一直牵着走下去 祝福你们 也希望我们现场三位来到这儿 还没有择偶成功的 早点找到自己另一半 祝福你们大家 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来牵手离开我们的舞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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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这个 太大了 我这一个人吃不了 你要大一点 我要大一点 就那一个吧 这一集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当时和我们的感觉就是相处更远 一见如故那一场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